音楽 各位好玩車子有做 sage oh 我們現在要開始看了 大家要請Kilip 各位好人請坐 大家早安 我小林 今天我要說的題目是國家變變變 第一個變是隨便的意思 青菜 第二個變是變化的變 第三個變是分辨的變 現在的人對國家的官僚都很親切 什麼都叫國家 譬如說中華民國是什麼國家 中華民國如果是國家 毛治國就是國家 有一個國字嘛對不對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聯合國如果是國家 毛治國也是國家 都有個國字 開玩笑 所以這個 第二個變化是說 世界上的國家其實概念是千變萬化的 譬如說世界上 就有那樣很奇特的國家是 它的軍事外交都是由 由別的國家去幫它 幫它處理的 外包啦 BOT給其他國家 但它是個主權國家喔 那也有那種國家是那種 它有兩個主權者的 不過這都是很特例啦 很特別的國家 所以一個國家的主權者 一般來講都是一個啦 但是也有那種兩個的 所以說世界上的國家其實是很 很變化多端的 那知道這些世界上的國家的 組成型態跟它的統治方式 跟人民的關係之後 我們才能想像說 我們才能去分辨說 什麼是我們想要的國家 台灣人要什麼樣的國家 對不對 不然你每天在說建國 你要建什麼國 你都不知道 這樣你就會叫人 傻子 傻子 這幅畫有沒有人知道 知道嗎 請走手一下 沒有齁 這個如果有時間 我大概會提一下這幅畫 這幅畫是這個 這幅畫 這幅畫是 歹歹 歹歹 有聽不懂的 都有齁 因為我台語不太練等 所以我參與你講 歹歹 這幅畫是 欸 十七世世紀裡面的那個 一部政治學的經典叫 立維坦 Liverton 他是 在台灣或是中華民國 他翻成距林論 這部經典呢 其實就是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那 這個 巨靈嘛 有一個巨人在這邊 所以他 這幅畫是很經典的 如果你知道這幅畫 也就是懂這本書在講什麼的話 你就知道什麼是國家的起源 什麼是 比較好的國家 我們 一般人 我們人民為什麼需要國家 所以他講的是一個很根本很根本的 從 國家從 軍權神獸 到 社會契約論的一個 近代國家的轉變的這個過程 那這句話 其實還蠻重要的 但是我沒有時間解釋 這個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網路上查 距林論 還有這幅圖的意思 跟這句話的意思 我們從一個時事觀察講起 IKO 就是國際民航組織 這個新聞是這樣的 我截取一個片段 台灣今年首次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要感謝北京 IKO理事會主席 今天對台灣媒體表示 他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去邀請台灣 所以決定邀請台灣做他的來賓 這就是台灣為什麼會在這裡的原因 如果你突然看到這則新聞的這個片段 你會什麼感想 例如什麼感覺 例如什麼想法 例如說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想說 因為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 所以台灣才能去這個 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那台灣跟中國是什麼關係 保護關係 宗主關係 附屬關係 這三個 你看我為什麼要寫三個 就意味這三個是不一樣的關係 那你能不能分辨這三個關係 如果你不能 那就是世界上一大堆國家的組成型態 你都搞不懂 就是世界上以前到現在的國家的組成型態 其實有寒瓜這三種關係 但是呢 如果你看到這個新聞 你會猜 是這三種關係哪一種 台灣跟中國是這三種關係哪一種 事實上都不是 但是你會被這個新聞誤導 這三種關係都意味著某一種管轄權 也就是這個新聞為什麼這麼寫 就是它要讓人家有一個錯覺 以為中國對台灣有管轄權 OK 中國為什麼這麼做 美國又做了什麼 你看 我們接下來就來探討這件事情 這新聞 一開始我的順序是這樣 我也 我順序是這樣 一開始剪接這則新聞 再來是介紹這個新聞的美感 就是你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就是它的出席身份跟原由 再來是看看ICO 就是國際民航組織的規章 它的規章 它的規章 再來是看它的 它為什麼它背後的動機 就是它背後在講什麼 我們可以引一個危機解密的檔案 來做一個觀察 首先這個新聞是這樣子 在今年的9月23號 民航局長 哪一國的民航局長 這次大家就會想的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就是ICO的年會 這也是我國離開聯合國後 首次再回到ICO 這句話對不對 我國離開聯合國對不對 覺得對的請舉手 請給阿修姐 覺得不對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那不知道的請舉手 照理說 剛剛那個潘優謙先生 或是早上很多講師講過一些課 大家應該可以 不過我沒關係我再解釋一遍 這個我國是什麼 他寫 是新聞寫的阿 新聞寫我國阿 這我國是 我國是哪一國 OK 阿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那為什麼可以寫我國 那我國可不可以代表毛治國 可以嘛對不對 我中華民國如果不是國家 那為什麼記者可以寫我國 不可以嘛 那這個是台灣嗎 如果記者寫錯 那這是台灣嗎 也不是喔 這先生就非常聰明 很聰明 不會中毒 你應該毒 阿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覺得聯合國是國家的請舉手 覺得聯合國不是國家的請舉手 對啊 所以阿伯你還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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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聯合國不是有一個國制就是國家喔 它是國際組織 它不是國家 因為我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你就懂了 什麼叫國家 國家有一個最根本最根本的關係就是 不是 不是 就是說它的 它有人民對不對 人民 每一個人 它放棄些權利 然後 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體 所以 那誰去保護 誰來保護 誰來仲裁這個人 我跟你有糾紛 誰來仲裁我們 一定要有一個超然的仲裁者 這個仲裁者就是主權者 這個主權者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人民選出來的 反正就是一個公親阿 就是一個公正的第三者 這就是主權者 他 他可以是人民的代表 所以 這個代表 既然他代表了所有的人民 人民 人民就要對這個主權者 就是人民自己選出來的 或人民服從的這個人 要效忠 那相對的 這個作為人民的代表 這個主權者 就有義務要保護人民 就是國家形成的根本 就是社會契約的源頭 所以 它有一個很根本的關係 就是效忠跟保護的關係 人民要去效忠主權者 因為你自己選出來 或是你自己要服從的阿 那是你的效忠的對象 反過來講 這個主權者有義務要保護人民 要保護那些效忠他的人民 所以效忠保護是一個最根本的國家關係 最根本的 如果沒有這層關係 都不是國家 OK 那我們來檢驗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可以說 這個國家不聽我的話 他叫做判聯合國嗎 不可以對不對 不能嘛對不對 他可以譴責說 他違反人道 他侵略哪裡 他可以譴責 可是他不能說你被判我 你沒有對我效忠 沒有這回事 沒有效忠的關係 沒有效忠的關係 所以聯合國不是國家 他是國際組織 就像社團法人 但是他的每個成員 都是一個國家就是了 OK 大家都要幹 所以聯合國不是國家 OK 那 等一下我們再看 什麼是中華民國 什麼是台灣 聯合國專門機構呢 在今年的9月24號 在加拿大舉行 這個大會 XX退出聯合國42年 請問是什麼退出聯合國 有誰知道 什麼退出聯合國 覺得中華民國有退出 覺得中華民國有退出聯合國 請舉手 沒有退出聯合國請舉手 OK 好 其實齁 怎麼問都對 怎麼問都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問你這句話的時候 你要先想 你要問我一個問題 你要反問我一個問題 我說的中華民國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我的意思齁 當我說中華民國有沒有 是中華民國有沒有退出聯合國 你要先問我 你的中華民國是什麼意思 好我現在慢慢跟大家解釋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重要的 中華民國是什麼意思 中華民國是一個 從1911年 這個所謂的 推翻滿洲政府 他是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政府 他不是個國家 他有個國字 但他不是國家 他是一個政府 OK 他是個政府 但是他這個 他這個名字 作為中國這個 國家的名字 他同樣是 他的本質是一個政府 但是他是 他被這個政府 選來當中國的名字 人可以改名嘛 對吧 對吧 所以在1911年到1949年 的時候 他的名字都叫中華民國 可是他其實他是個國 他是中國 中國 中國是他的實質 這個 這個國家叫中國 這個國家是中國 但是他可以選擇他的名字 那他的 他其實 中華民國本身是個政府 或是政體 那到了 到了1949年後 蔣介石 集團 潰敗嘛 所以跑到台灣來 逃難到台灣來 所以 他的代表性就有問題了 但是呢 國際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他在國際社會上 尤其是被美國 這些國家還承認 中華民國可以代表中國 所以中華民國是個政府 他是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 在1911年到1949年 事實上不到 是到1971年 1971年 在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文 說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的席位 驅逐出去 這個時候 中華民國 這個政府就不能在聯合國 那麼多 世界上最大的 這個國際組織裡面 代表中國 也就是說 就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政府 或政體去取代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或這個政府 這樣大家懂不懂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只是一個政府 你要先想到 先區別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基本上都 原則上都是一個政府的名 政府 但他們的 他們 問題就在說 他能不能代表中國 那在1971年 197 1949年以前 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 叫中華民國 當然在1911年以前 1911年以前 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 叫做滿洲政府 然後他的名字叫做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又更複雜的啦 因為他其實不包 不只中國 他還包含滿洲啦 但是這比較複雜 就是說 所以1972年以後呢 問題就來了 他 中華民國這個人 借郎 他變流亡政府 那變流亡政府 到了1979年 1979年1月1號 美國正式 美國宣布喔 美國宣布什麼 撤銷對中華民國 這個合法 代表中國政府的承認 我們通常講斷交啦 我們會講中美斷交對不對 你看報紙 是不是寫中美斷交 但最近偷偷改了 講台美斷交啦 請問中美斷交是 中國跟美國斷交的請舉手 請舉手 請問中 中美斷交是中國跟美國斷交的請舉手 如果不是 那不是是什麼 沒有矛盾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區分國家跟政府 國家跟政府是不一樣的概念 人民是對國家 對國家的主權者效忠 而不是對政府效忠 政府是會換的 這個政府做的不好是可以換的 但是國家一旦建立 除非它被消滅 政府換不代表國家換喔 不代表喔 所以 所以這個 什麼叫做建交 什麼叫斷交 所謂的中美建交不是中國 表面上是中國跟美國建交 對不對 其實是中國的這個政府 或者說這個政府的這個政權 跟另外一個國家的政府 或政權 建交 懂我意思吧 斷交也是一樣的 斷交也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事 或者是政權跟政權之間的事 而不是國家喔 比如說 比如說今天這個 比如說甘比亞 甘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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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甘比亞跟美國斷交 不是甘比亞這個國家跟美國這個國家斷交 而是甘比亞這個政權 比如說今天這個甘比亞總統 他在任的這個期間 他就不跟美國來往 美國說那沒辦法 那就不來往 可是不代表 美國不承認這個國家 也不代表甘比亞 不承認美國這個國家 就是說他們在 在這個 這個人當政的時候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懂我意思嗎 所以斷交跟建交 都是政府或政權之間的事 只是說政府跟政權 他如果是合法代表那個國家的話 就會影響到那個國家 所以我們講 中美斷交 並不是說 國家跟國家不承認 他還是 他不會承認 國家承認 一旦建立 就不會撤銷 政府承認是可以撤銷的 政府承認一撤銷 就叫做 最嚴重的斷交 OK 我講了 太 不知道會不會大家覺得太複雜 那好 我們來看 好 問題來了 怎麼又跑出一個中華台北 他說 台灣對助聯合國42年後 今年首度以特要歸兵 其實不是特要 等一下我們就看到 他只是來賓 參加 然後中華台北代表團 昨晚出發 交通部民安局 神起強調 這個 大家自己看 什麼是中華台北 如果 有 有的講師會跟你解釋說 中華台北的原由是 中華民 中華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 清楚 就是說 一個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只能是一個城市 所以他後面要用台北 比如說西藏流亡政府在達蘭沙拉 韓國流亡政府在上海 叫 Korea Shanghai 所以他 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只能是一個城市 他不能寫 中國台灣或中華台灣 他只能寫 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所以這是流亡政府 第一個你要知道 你看到這個你就知道 這是流亡 代表流亡 可是問題來了 他是政府嗎 他是流亡政府嗎 當然你對 一開始你就要區別 他這個一定是流亡 但是他是不是政府 OK 什麼是政府 政府意味著他有某一定的合法性 他有合法性 比如說我們說西藏流亡政府 在印度的達蘭沙拉 是說西藏 這個政府 他這些人流亡到 突博這些人流亡到印度呢 他其實是有某一種合法性 他如果一旦回到西藏 他對西藏人民是有一定的合法性的 統治權利 所以你講中華台北的時候 你想他是不是政府 雖然他 你已經知道他流亡了 他是不是政府 不見得是政府 他很可能 我跟你講 我覺得 他是個政權 他只是一個流亡政權 懂為什麼 政權跟政府就不一樣 OK 我們來看 這個面對 面對民進黨立委管碧琳拿出 ICO的邀請函指出呢 文中以中國的台北民航局稱呼台灣 對照世界衛生組織發給 中華台北衛生署的世衛大會邀請函 台灣國際地位人造矮話 這句話對不對 絕對的請舉手 就是說 管碧琳拿出這個 國際民航組織發給民航局的邀請函說 文中以中國的台北民航局稱呼台灣 這樣子是指 台灣的國際地位遭大矮話 意思說管碧琳認為講中華台北就不是矮話啦 講台灣 講 講中華台北 管碧琳可以接受啦 但是講中國的台北民航局 管碧琳不能接受啦 這一段 覺得對了請舉手 大家都很清楚喔 當然不對 好 問題來了 你不要看這一段 你光看這一句話 台灣國際地位遭大矮話 請問這個台灣是什麼意思 就回到我剛剛講的 你要問說中華民國是什麼 台灣是什麼 你要先 你要問這句是什麼 你要先想台灣是什麼意思 這裡的台灣是什麼意思 這個台灣是台灣當局 好我們等一下就看 你看台灣其實很多概念 都用這個字在代表 你如果沒有去區分清楚 你就 你會被 記者自己都搞不清楚啦 比如說民航局長回應呢 特邀貴賓 與觀察員權限相當 其實你如果去看艾口的國會長 他就告訴你 根本沒有相當 所謂來賓呢 是人家 都要發邀請函 你去你才能參加那些大會 公開的大會 觀察員是 一般來講 公開的會議都可以去 私密的會議 可能要特別的邀請 可是 而且觀察員是可以參加 在公開會議是可以參加審議的 就是說這個議案 他可以參加討論 他有發言權 那他只是沒有投票權 這個來賓只是獵襲 他連審議都不行 他連公開的會議都要人家邀請 所以這兩個哪有權限相當呢 所以這個民航局長 他在 他也在騙人 不是記者寫在新聞裡面 就代表是對的 記者也可能沒有查證 我講的也不一定是對的 你覺得我講的有問題 你也可以去查證 這才是獨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 然後你看喔 他說 他說 以往未加入IQO的時候 最新措施規範都是由鄰國告知 如果你看蘋果日報的報導 他會告訴你說 其實他們是去網路上買書 中華民國或是台灣的民航局長 他需要去網路上買書 才會知道最新的措施跟規範 OK你看 國際民航組織在中央山脈 台灣的中央山脈 規劃一條航道 台灣是最後才知道 包括航路高度及方向管制等 重要非常細節 都是後知後覺非常危險 請問這個台灣當局的 民航局 真的對台灣的領空有管轄權嗎 沒有嘛 如果你是後知後覺 你有管轄權 你有管轄權 你怎麼會後知後覺 這就是民航局長神奇 你看喔他的 對 你看他的 他的那個名牌寫Gast 不是特別來賓 特別來賓是special guest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出席身份與原有 這是這樣子的 1944年的時候 52個國家 這個國是什麼國 OK 等一下我們會來探討 這個國是什麼國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ROC是創始會員之一 三年後公約生效 在1947年的4月4號 國際民航組織成立 於1951年 其實在1946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那時候還代表中國 對不對 1946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還代表中國 所以 他在1946年的時候批准了 芝加哥公約 因為這個國際民航公約 是在芝加哥 簽署的 所以又叫芝加哥公約 中華民國是在1946年簽署的 所以中華民國的確是創始會員國 這個 這個 ICO的創始會員國 但好玩的是他在1951年正式退出 你要曉得喔 在那個時候 雖然中華民國在1949年的12月 他已經 這個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了 因為 中華人民共同國已經佔據南京了 整個中國都控制了 所以 但是表面上 他還是在聯合國的席位代表中國 懂我意思嗎 在 在聯合國的席位 一直要到1971年才會被踢掉 所以 所以 他在1949年的時候 他還能代表 所以到19 他為什麼會在1950年退出 他那時候還是 代表中國阿 他為什麼要退出這個 這個聯合國最大的專屬機構 這是非常大的專屬機構 他的成立是比聯合國還要早的 所以 然後在1953年1月呢 這個國際民主在澳洲召開 一個 航行會議 XX 應這個 國際民主邀請 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觀察員當然就是不是正式會 不是正式 正式成員嘛 你看他本來是創始會員 是正式成員 就在1951年退出 然後在1953年 又以觀察員參加 然後該次會議通過議案 承認台灣為 國際間的空中飛行管制中心 同年7月 中華民國政府重新加入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背後有故事阿 如果你懂這個東西的話 就代表 你 你 你對 國際法 你對什麼是國際關係 你對什麼是中華民國 你的認知有及格了 我是這麼看的啦 什麼意思 不對 建樹聯合是1971年 這是後來的事阿 這是之前的事阿 所以你要看 你要去想這發生什麼事 你要去看看 這一年發生什麼事 這一年發生非常多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1951年的2月 聯合國通過譴責中國人民解放軍侵略朝鮮 因為這件事呢 所以開羅宣言或開羅新聞公報 對盟軍的道德的約束力是無效的 本來開羅宣言或開羅新聞公報 它只是一個政治的意象書 它不是條約 它沒有法律的約束力 但是它有道德的約束力 就我跟你承諾 我說我明天會跟你買一個東西 對不對 那不是簽約阿 我跟你承諾我明天會跟你買 那我可不可以反悔 可以 但是我良心上會過意不去嘛 何況是道德 何況是國家的元首 他跟你承諾說 我跟你承諾說我要這麼做 所以開羅宣言或開羅新聞公報 它本來就不是條約 它沒有法律的約束力 但是它有道德的約束力 它有政治的約束力 但是因為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侵略朝鮮 它違反了大西洋憲章 跟聯合國宣言 所以它就 盟軍就可以解除這個道德的約束力 這是題外話 重點是1951年的9月8號 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是對台灣人最重要的一個條約 所以 這個是 中華民國在那一年退出ICO 一定跟那個有關係 為什麼 我講我的看法 給大家做個參考 就是說呢 中華民國是一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本來有一張名片 這個名片的頭銜叫做 中國的代表 合法代表政府 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 在那個時候 但是呢 在1945年 10月25日的時候 它變成什麼 它又多拿一張名片 這張名片叫 這張名片的名字還是叫中華民國 但它的頭銜不一樣 它的頭銜叫做 台灣的佔領者 懂我意思吧 1945年10月25日 中華民國告訴你是光復節嗎 其實它只是代表盟軍來接收 接收 台灣 應該說受降 不能說接收 受降 代表盟軍受降 日本在台灣的受降 所以 這會導致說 它是台灣的佔領者 所以 它那時候又取了一張名片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它有個頭銜叫做 它佔領台灣 它是台灣的佔領者 台灣這個地區的佔領者 所以 那 在這一年 它為什麼要退出 很簡單 我猜測是美國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德國也是被 四個國家佔領 對不對 美 英 法 蘇聯 德國是被四個國家佔領 在那個時候 誰去代表 代表德國參加這個 埃口的 他們也有派代表 一開始是 各個 那時候盟軍叫分區佔領 四個國家分 分四塊地方 分區佔領 然後呢 這個四個國家 除了代表他們自己的國家去參加埃口以外 它也代表他們佔領的地區去參加埃口 後來呢 後來呢 這個 這個 這個佔領軍他們組成了一個聯合的佔領軍政府 聯合的佔領軍政府 聯合的佔領軍政府 所以就有所謂的盟軍 就是盟國的佔領軍 這個聯合的佔領軍政府 下面當然就是有一個管領空的民航管理當局 這個盟軍的管理當局就有派代表去參加埃口 所以它分層次喔 一開始是沒有一個聯合的管理 聯合的佔領軍的時候 是各個國家 除了代表他自己的國家以外 譬如說美國 美國除了代表美國去參加埃口以外 美國也代表美國在德國的那個佔領地區去參加埃口 那時候你就知道美國也有兩張名片 但是後來盟軍他聯合佔領之後呢 這個聯合佔領當局就變成一個單位 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 他那時候 這個佔領軍政府去參加埃口的時候 他們也是用觀察員身份 你要記得喔 用觀察員 而不是用正式會員的身份 而且是邀請 那為什麼這時候中華民國要退出 他照理說他也有兩張名片呢 我猜是美國的意思 因為美國 他不想要把這件事情搞亂 尤其是那時候中華民國 那時候英國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可以代表出來 中國 所以他的 中國的這個佔領權 雖然美國承認是 大致上沒問題 但是 他的中國代表性是有問題的 台灣當局的身份是沒問題 所以 美國 這時候美國就已經在安排一個旗子了 他想到時候如果中華民國真的 有問題的話 他還可以把那張名片拿掉 這有點複雜 但是我是解釋說 這個應該是美國的意思 所以 1971年10月25日 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文 使得蔣介石的代表退出聯合國 所以 表面上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那 接著就會 被IQO趕出去 表面上是這樣 其實 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那個 名牌 那個座位的名牌 上面還是寫中華民國 為什麼 這國際法是這樣 他不會萬文生意 他不會覺得說你名牌沒有改 就說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名字叫中華民國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能代表中國 不會這樣子 反正他們都知道 在聯合國裡面 那個就叫做中國 只是代表權的問題而已 所以中華民國 能不能加入聯合國 不能嗎 為什麼 因為什麼叫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 也就是 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權 他要去搶奪那個代表權 那是一回事 但是我會說 他如果自稱他是中國的一個政權的話 他就是 他要加入聯合國的意思 他要去跟中國搶奪那個代表權 那是不可能的 OK 美國後來做什麼事 美國在近年來呢 他通過一些決議案 支持台灣以 其實是台灣當局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IQO 大家有個嘗試就是這個決議案 叫做resolution 決議案是對 所以在美國國會 在美國國會是沒有 約束力的 他只是一個建議 建議行政單位這麼做 可是到了後來 就通過一個法律 我們等一下看到 在2012年9月7號 去年的9月7號 這個聯胡會呢 胡錦濤曾經跟聯戰提起說 會認真研究台灣以適當方式參加IQO 這當然是政治口水啦 他們不會有任何真正的法律動作 他們也沒那個能力 沒那個權利 在2013年 就今年的6月18號 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1151號 你看喔 這時候就說法案了 不是決議案 法案叫做庇友 就是那個支票那個庇友 參議院20號通過另外一個法案 其實這內容是差不多的 是一樣的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IQO 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IQO 後來參議院又通過了1151號 也就是說115號是 眾議院跟參議院先後通過的 庇友就是法案通過 國會通過叫做act 那歐巴馬總統在簽署後 就變成法律叫law 叫113-17 這是今年的7月12號歐巴馬簽署通過 法律就是對美國行政單位 是有約束力的 他要求美國國務院 推動這個IQO 在今年的9月 大會上接納台灣的觀察員身份 所以你要曉得喔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可以 可以這麼做 而且你如果去看他的法案內容的話 他是說美國要成為領頭羊 美國要成為領頭羊 我們等一下會講為什麼會這樣 中國他發覺不對了 他本來美國通過這些法案的時候 其實已經好久好幾個月了 幾乎半年以上 中國其實都不講話的 因為他不知道美國在玩什麼把戲 可是歐巴馬總統一簽署之後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馬上說 美國國會有關法案嚴重 違反一個中國政策跟中美三個公報原則 他這樣講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因為什麼叫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 前提是什麼 不是前提 事實就是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國也只有一個合法的代表政府 這個叫做常識 什麼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一個中國政策就是說 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唯一代表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 這樣大家懂吧 那我剛剛已經解釋了啊 中華民國現在叫中華台北 以前叫中華民國現在叫中華台北的 這個人他有兩張名片 一個名片叫做台灣當局 頭銜啊 頭銜叫台灣當局 另外一張名片的頭銜叫做 流亡政府 流亡政權 他也不是流亡 他是流亡政權 他有兩個頭銜 這個人有兩個頭銜 一個叫台灣當局 一個叫流亡政權 請問 美國通過這個法案 有影響到流亡政權嗎 沒有嘛 他影響的是台灣當局對不對 所以他 他根本跟一個中國政策無關 對不對 對不對 美國沒有承認 沒有說你這個流亡政權 可以合法代表中國 沒有啊 所以他沒有違反一個中國政策 可是 中國 他當然知道嘛 他這麼 他為什麼要這麼說 一方面是騙那個不懂的人 不懂 不懂什麼叫 不懂我剛剛講那些東西的人 一個是要 用美國的這個模糊政策反過來去約束美國 懂吧 但是中國是很聰明的 他說 外國勢力的介入於事無補 只會讓事情變得複雜化 他很敏感的啦 他很敏感的啦 也就是說 他知道美國在行使 對台灣的管轄權 等一下我們來講什麼是管轄權 所以呢 你看喔 我們一開始你就要回想這個新聞的順序 一開始是美國通過一個法律 在今年的7月12號歐盟馬簽署通過一個法律 要求國務院推動台灣當局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國際民航組織 再來中國就出來反對 然後呢 台灣當局做什麼 台灣當局他接受美國的安排 比如說台灣當局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就發文 表示呢 他也是要接受美國的安排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ICO 在今年的8月8號 都還這麼主張喔 可是事情發生變化 到9月份開會的時候呢 新聞就說是接到中國政府去了 中國政府的建議 所以台灣才能去 所以這個就是新聞的來龍去脈 你光看這樣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為什麼 美國國務院是說透過國際合作達成的 也就是這個事情的第一層真相是什麼 第一層真相就是 並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建議 台灣才能去 而是本來美國 是要推動讓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但是中國反感中國反對 所以才變成說改成來賓 所以是因為中國的反對 台灣才不能變成觀察員 懂我意思嗎 新聞的意思就有很大的不一樣 這是第一層的真相 第二層真相是什麼 美國為什麼要這麼做 還有中國為什麼要反對 中國反對的理由是這樣 只有非締約國和國際組織能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所以你要知道中國反對有沒有道理 我們就要真的去查這個國際民行組織的規章 他們的規章 他的規章是誰 對不對 你看到今年9月初的時候 他們就喬好 本來沒有喬好 8月的時候還沒有喬好 9月的時候 中國的那個人就告訴神奇說 到蒙特羅開會要穿得漂亮一點 所以他們已經喬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規章 這是去年 2012年第7版 ICAO有沒有 國際民行組織的標準規則 大會喔 Assembly是大會 所以這是大會的標準規則 我們來看 非締約國與國際組織 正式被理事會或大會自己邀請 他是可以有觀察員代表的 代表明提出國家組織勝出受選擇 表面上好像對對不對 他講非締約國與國際組織嘛 可是中國好像就是說 中國說只有這個可以當觀察員 這樣對嗎 表面上對嘛 其實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的確是提非締約國 跟國際組織可以當觀察員 但他沒有說 只有這樣才能當觀察員 你知道嗎 他沒有說只有這樣才能當觀察員 他只是說 這樣的話呢 被理事會或大會邀請可以當觀察員 但他沒有說只有這樣才能當觀察員 事實上大會沒有規定這個以外的範圍 那我們來看 國際民養組織的觀察員制度 這是在這篇論文 剛剛看到的是大會的規章 我們現在來看理事會的規則 理事會是說 國際民養組織的觀察員 為代表 這個人 這個人 懂我意思嗎 他包含其他團體 這個其他團體的英文叫bodies 所以這個bodies其實就包含了 譬如說 佔領區的這個當局 管理當局 因為佔領區的管理當局 既不是締約國 也不是非締約國 也不是國際組織 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 而且你看喔 他說根據第五屆大會決議呢 邀請 邀請這個 非締約國公司組織 其實還包含其他團體啦 參與未來大會的權利 授予理事會 也就是說理事會 權力已經很大 他可以決定邀請 其他團體或是這些 其實他可以有權力邀請 他們去 其他團體去參加的 雖然大會規定 沒有寫出來 其他團體 但是理事會是可以 理事會是可以有權力做這個採量的 所以 中國 剛剛那句話就是在豪囂 那記者沒有查證 也沒有思考 就跟著報導 就記者跟著豪囂 記者就是中國的傳聲筒 我們來看這個 背後的 美國為什麼這麼做 中國 為什麼要反對 這是來自危機解密喔 美國在來協會 楊書蒂在2007年12月20日 會見當時的國安局秘書長陳唐三 討論台灣海峽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參與討論的還有聯絡事務處主任 周主任 國家安全會議 張副秘書長 楊書蒂要求台灣當局 不可運用政治或媒體手段 渲染民用航道的問題 也必須跟美方充分協商 才能發布任何相關的回應 這什麼 誰對台灣有管轄權 你要講什麼話還要美國同意 還要跟美國討論 楊書蒂要求台灣 就台灣當局了 不可對這個議題進行政治操弄 也必須跟美方磋商 才能發布任何的軍事行動 誰對台灣當局有軍事管轄權 陳唐三表示 但是呢 你看 他們在講這個 防止中國建立海峽航線 會見陳唐三的時候 楊書蒂指出 台灣在國際表情必須代表性 指責中國 他是流亡政權嘛 他怎麼會有代表性 對不對 陳唐三同意 會在軍事活動前 第一優先跟美方磋商 陳唐三向楊書蒂 保證 陳水扁總統 或是國家安全會議都不會介入軍事討論 進行到會議尾聲 楊書蒂告訴陳唐三 他已跟李天宇 就是那時候的國防部長 交代好 要持續跟美國在台協會保持聯繫 一個假設啦 台灣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的國防部長 跟國安會議的秘書長 都要聽一個美國在台灣的民間組織 要聽他們的話 你覺得台灣或中華民國真的是國家嗎 台灣跟中華民國真的有台灣領空或軍事的管轄權嗎 對不對 很清楚了嘛 這大家可以去查這個台灣版危機解密 在網路上公開的 這句話很有意思喔 當北京政府花越久時間想航線的問題 越有可能對台美雙方產生好的結果 這句話是一句很意味深長的話 美國很會玩政治遊戲 他為什麼要玩模糊策略 他不只是在追求美國的利益 但美國利益是低環 從這個新聞我們可以有幾點可以值得我們反省的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國際組織 流氧政府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台灣當局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誰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這 我剛剛已經講了喔 中華台北 以前叫中華民國啦 以前叫中華民國啦 自從 1971年10月或者是1979年1月以後 他叫中華台北 或中國台北 中 這個人呢他有兩張名片 一張名片的頭銜叫流亡政權啦 一張名片的頭銜叫台灣當局啦 這兩張名片的頭銜呢 能否代表台灣 大家去想這個問題喔 先不要那麼快下結論 再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你還要問一個問題 什麼是台灣 等一下我們來看什麼是台灣 好 誰又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了嘛 美國嘛 答案呼之欲出 關於這個管轄權呢 大家可以去Google 網路上找這個張鳳強事件 這會牽涉到ADID 就最近很紅的 防空識別區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則新聞 其實時間不夠了 我們跳過好了 這主要是講這個 無疑跟沙祖康 主要是這樣子啦 簡單講一下 那時候呢 台灣當局也是以觀察員身份 進入這個世衛組織 就是WHO嘛 WHO的代表叫WHA嘛 其實這個程序是跟ICO一模一樣 什麼一模一樣 美國先通過一個法律 要求國務院推動台灣當局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WHO 然後中國的 那時候就是無疑跟沙祖康 就反對 然後大家都知道那個新聞 那 可是後來成功了 台灣的確以觀察員 現在是以觀察員身份 在世衛組織 台灣當局是以觀察員身份 在世衛組織 所以同樣的程序 國際民養族是失敗的 為什麼 這代表一件事情 中國的國際法有在進步 懂嗎 不要小看中國 中國也是有在學習 這台灣人 大部分台灣人不學習而已 這個問題是這樣 如果中華民國是主權奴歸 為什麼要以台灣衛生實體的名義 成為這個WHO 就是WHA的觀察員 如果中華民國是主權奴歸 為什麼要等到美國表態 中國華民國外交部才敢評論 就是這新聞講的 董國友是誰 董國友就是 中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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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 國際組織司司長 董國友 外交部司司長說 美國衛生部長 確定會在 WHA發言 支持台灣的觀察員身份 大衛還會開始 湯普斯坦沒有發言 外交部不變評論 他如果是主權奴歸 他為什麼要等到美國表態 他敢評論 他如果不是主權奴歸 他如果 他如何成為管轄台灣的 這就是 我覺得大家在這幾天 要去理解這件事情 如果他不是 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如何能夠成為管轄台灣的 台灣當局 你要了解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了解戰爭法 因為台灣的問題 就是戰爭造成的 為何美國對台灣 有獨開眾議的發言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而這一次呢 世衛組織的文件 矮化台灣國閣的風波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 塞比尤斯呢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也很明確地表示 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 有權可以片面地決定 台灣的地位 對嗎 中國的領導民 美國對方的軍事 非常之間 對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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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對抗議 台灣 我 這個beder的國家的擺irezion 前論是 那個ained bridges 也清楚 OK 這結論是這樣子 美國的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 都沒有權力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他為什麼有權利講這個話 知道請舉手 OK 這就是管轄權的一個案例 我要講什麼是 管轄權很複雜 但是我們可以很簡單的案例 很簡單的例子去說 什麼叫做管轄權 或是說誰對誰有管轄權 一個家庭好了 覺得家庭的裡面 爸爸比較大 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請舉手 老婆比較大的請舉手 蛤 比較少喔 這跟以往是比較不一樣 覺得阿母比較大的請舉手 阿母比較大 母親比較大的請舉手 不知道請舉手 是依照自然法 就是說不要去想母系社會或父系社會 就自然的法則 自然的法 是母親 阿母阿 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為什麼 這道理講了你就懂了 很簡單 我講了就知道 有關啦 但是不是這樣有關的 是 要決定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 是誰可以決定 母親為什麼 為什麼 只有母親才知道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對吧 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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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耶 所以為什麼母親比較大 所謂父系社會是後來的事情 是文明化之後的事情 是因為社會制度的問題 可是自然法則是母親比較大 因為你要決定這個小孩子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 這是最重要 為什麼 我們今天講台灣的地位 為什麼 搞不清楚 簡單來講就是 也跟繼承問題有關 簡單來講 譬如說 中華人民共國 能不能繼承 中華人民共國到底有沒有繼承中華民國 阿中華民國 跟日本國簽條約 他有沒有 得到日本國在台灣的土地 這其實都牽涉到一些繼承有關的問題 所以誰對台灣有管轄權 為什麼 因為美國講這句話 這個 這個 決定小孩子的管轄權 除了母親以外 就是那個護士嘛 接生的那個人嘛 你知道這個小孩是不是真的 老婆是誰嘛 老婆是誰嘛 所以 監護人也是啊 所以 美國講這句話 意思是說 只有他還 能夠決定 他才知道這個 台灣這個小孩子的父母是誰嘛 也知道人是誰嘛 對不對 就很簡單 自然法的概念就告訴你 誰對誰有管轄權 這不是主權喔 這是管轄權喔 因為沒有人會說 因為 護士知道這個小孩子的爸媽是誰 所以護士是那個小孩子的爸媽 沒有那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美國當然會說 我對台灣沒有主權阿 可是他沒告訴你 我對台灣有管轄權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阿 這是另外一個案例啦 這也是來自維基解密 這個自由時報有報導 美國曾經在2017年 要求聯合國 不再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曾經行文給 潘基文 就是聯合國秘書長 這也是代表阿 只有他能夠決定 這個小孩子 因為他是 監理人嘛 監護人嘛 他才能決定這個小孩子 將來 長大之後 要用什麼頭銜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喔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國家 注意看喔 注意聽喔 這個影片的製作者認為 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一個國家 你們看可不可以 走私報告 把世界各國的表現 友好到怪 分為四大類 最差的一類外國政府 今年有16個 如果不在報告公佈的90天內 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至於次差的觀察名單 今年有32國 去年被歸類在這一類的台灣 因為良好表現 今年被升到第二級 並受到國務卿 萊斯女士的公開讚揚 隨後發言的國務院監視 暨打擊人口走私辦公室主任 馬克雷根大使說 台灣在上星期 與美國執法單位密切合作下 破獲了一個人口走私集團 逮捕了12名嫌伴 該集團被懷疑 經由人口走私方式 將女性送到美國和其他國家 從事賣淫等工作 這起案子 充分展現了台灣當局 對打擊人口走私的積極態度 仔細聽喔 他重複一次 重複一次 例如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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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了解嗎? 就國家這個字 它的英文 有三個 可是不代表這三個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它翻得不好 或是它翻錯了 在這裡是完全翻錯的 它不能翻成國家 它只能翻成一個疆域 一個領域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先看這個 台灣當局參與國準 台灣當局本質跟台灣地位跟什麼是國家 有一個亞洲開放銀行叫ADB 他是在馬尼拉 中華民國一開始是創始會員國 後來呢 中共 後來要加入的時候 要求排除它的會籍 然後它表示我方是誰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可以使用台灣China 中國台灣留在亞營 美國建議用台北China 中國台北 所以這就是什麼 美國是 承認 流亡政府 或是流亡政權的 在那個時候其實 72是1983 這是民國的 1983 所以1983的時候 美國其實已經撤除 對中華民國的成... 作為合法代表中國的承認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中國台北應該就是 流亡政權了啦 但是美國是承認它是一個 一個...這個流亡政權 它承認那張名片 但只是不承認這張名片可以代表中國而已 所以呢 亞銀就是... 亞洲銀行就是通過美國的建議 一開始用台北China 但是後來呢 問題來了 香港回歸 1997香港回歸 香港回歸的時候 在亞銀呢 它就改成香港China 剛剛不是用台北China嗎 現在用香港China 中國台灣中國香港 欸?那這樣是不是會搞混 所以亞洲銀行的這些理事會呢 就決定說 欸?我們來改一下好了 不然人家會誤會台灣跟香港 是同樣的國際地位 所以他們就創造出 鬥點後不空一格 就是把這個本來鬥點... 大家如果學過英文就知道 鬥點後面要空一格嘛對不對 才不會被老師打叉嘛 可是他為了不要跟香港搞混 所以他們就把 空格砍掉 就變成台北China 英文...錯誤的英文文法 但是到現在為止 你去官方網路查 台灣當局加入這個 亞洲銀行的名字還是這個喔? 錯誤的英文文法名字 也就是說 這個台灣當局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 他有什麼地位 有什麼身份 卑賤 然後我們被卑賤的當局 當我們的代表 他們是不是更慘 大家都知道這個條碼嘛 有買零售產品都知道有條碼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條碼 前三碼 前三碼你有看新聞就知道 最近有草嘛 前三碼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看出它是 產地 產國 不可以嘛 它只是登記地嘛 就是這個產品是在哪裡登記的 而不是這個產品在哪裡 譬如說590是什麼 590是波蘭 也就是說這個產品 你看到這個條碼就知道 這個產品是在波蘭登記的 不一定是在波蘭生產的 所以這個EAN的號碼是什麼意思? 它是用country 也就是說那前三碼 是代表country 可是country 可以翻成國家嗎? 我們來看 譬如說 台灣當局 台灣這個country的代碼是471 也就是說你那個條碼 前三碼如果是471 就代表它是在台灣登記的 譬如說那個橄欖油 我這邊是沒有列西班牙 大家對西班牙可能比較有興趣 你看 香港 香港在哪裡? 香港 這個嘛 香港 香港是489 香港是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可是 這個country 香港這個country是有號碼的啊 所以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嘛 馬靠是什麼? 馬靠是澳門 澳門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嘛 我們沒時間講這個了 譬如說這個ISO 國際標準化組織 這個ISO的list of countries country如果會翻成國家的話 這叫國碼 好 我們來看ISO的國碼 香港 香港的國碼是344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台灣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 好 大家現在就了解了 country 在很多時候 表面上是可以翻 表面上翻成國家 實際上它不 不是國家 它只是一個疆域 OK 那台灣是country嗎? 剛剛那個美國國務卿來師講 台灣是country 覺得台灣是country的請舉手 覺得台灣不是country的請舉手 大家都很聰明 覺得我會這樣問一定有鬼對不對? 很多人說台灣是country 美國國務卿來是在記者會說 其實也不只美國國務卿啦 你去看很多他們的文件 也說 這台灣是country 你看這裡也是country code 台灣是country 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占領區 是不是一個country 第一個問題 占領區是不是一個country 第二個問題 台灣假設不是占領區 在台灣總督府時代 台灣總督府時代的台灣呢 是不是一個country 這是兩個問題喔 第一個問題是 台灣如果沒有戰爭的因素 台灣在日本統治下 台灣是不是一個country 第二個問題 因為戰爭的因素 台灣變成占領區了 占領區是不是一個country 所以你要想 台灣是不是一個country 你要 基本上你要想這兩個問題 台灣是不是 主權國家 這又出現一個字了 叫sovereign nation 有沒有 Nation 有人翻成民族 這個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他訪問北京的時候 他接受香港鳳凰衛視的採訪 他說 只有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相有主權 很多記者又把nation 翻成國家 尤其是民進黨 最喜歡把nation 翻成國家 或是要建台灣國的人 他們就是喜歡把nation 翻成國家 所以 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個影片就是結論在這裡 出現第三個字 叫做stay 有沒有 台灣或中華民國不是國際社群中的stay 時間不夠了 所以 這個美國的白宮的主任韋德說 聯合國的成員需要國家 就是stayhood 他這個國家是stay 台灣或中華民國在這一時點上 都不是國際社群中的國家 所以在這裡的國家是stay 所以現在有三個英文字了 country nation state 有沒有 這三個概念是什麼 是不是國家 country是什麼 counter是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counter就是伯爵 英文的伯爵 所以這相當於以前伯爵的領地 他只代表有共同的制度 共同的風俗 所以他繳一樣的稅 但是你看喔 台澎金馬關稅領域 雖然是繳一樣的稅 但是他 你看到英文他是用territory 他用領土 他不是用country 所以台灣是country嗎 nation是什麼 nation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為什麼 因為nat 他的語言 是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因為是被生下來的 所以他就跟語言跟文化是有關的 所以他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state是什麼 state就是站立起來 他的語言是站立起來 所以政客最喜歡在選舉場合講 台灣人民站起來喔 有沒有 他就要塑造這種概念 人民的共同意志這種概念 所以他是政治法律的命運共 他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 我們兩個人認同我們同居 我跟一個女的同居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嗎 不是嘛 我們互相喜歡阿 那是一種認同的共同體阿 是這一種阿 是nation這一種阿 是認同的阿 可是 如果沒有結婚 權力義務 是沒有保障的 他不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所以國家 基於法律的這種命運共同體 這種state才是真正的國家 懂吧 當你看到這三個字的時候 只有這個才是真正的國家 或主權 這個才是真正的國家 記者翻國家的時候 你要小心 記者說的國家是這三種的哪一種 這兩個有時候是 這三種有時候是混用的 但是他的意思你要先區分 才有辦法去混用 好我們回來看 什麼是台灣 從前面的新聞你知道 台灣 或中華民國 欸 我不是講了嗎 前面的潘宥謙先生 告訴你說 中華民國不等同於台灣 對不對 為什麼對 因為 我剛剛講了 中華民國 它是什麼 他說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的時候 你要想他的中華民國 他要想台灣是什麼 這裡如果是統治當局的話 這個統治當局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那如果說譬如說中國 中華民國或中華台北 它是個名字的話 這個名字 當然這個 名字跟頭銜就不一樣 台灣當局是個頭銜 名字跟頭銜會一樣嗎 不一樣嗎 我是這家公司的總經理 我的名字叫這個 阿這個會等於總經理嗎 不是嘛 所以 你要去判斷等或不等 你要去想這兩個是什麼意思 OK 它不是主權國家 所以這個主權國家是用state 有沒有 台灣不是獨立的 它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想要主權 因為它是nation 所以它這裡指的台灣是人民 懂吧 台灣人民跟台灣上的人民 因為它有個上 the people of 台灣 因為它有個on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是疆域 地理概念 我已經講了 台灣不一定是country 所以它只是 它是一個地理概念沒有錯 但它不一定是country 這裡是類似nation的概念 所以你看 一個台灣它有幾種概念 至少有三種 你要區分 第一個是當局 authority 一個是人 一個是nation 一個是country 但 類似的country 所以台灣關係法 告訴你台灣是什麼 台灣一直將事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公司及根據適用這些島嶼的法律 而設立或組成的其他團體或機構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以及任何階梯的治理當局 所以這個台灣這個字眼 它有幾種意涵 五種意涵 哪五種 台灣及澎湖列島 地理概念 人民 島上的人民 the people 人民 公司 公司是什麼 cooperation 就是法人 美國的cooperation是法人 法人 然後 非法人的這些團體或機構 非法人 再來就是當局 所以它有五種 我重複一遍 你看到台灣的時候 你要去想 台灣代表什麼意思 有五種概念在 都是可以指台灣 地理概念 人民 法人 非法人 當局 這就是模糊啊 不是台灣就是 你要小心啊 我們沒時間講 例子就是 好 稍微提一下 用標的好了 這例子是這樣 大英國寫 英國就是聯合王國 它是皇權的一部分 就好像這是 就好像日本天皇 啊 這是日本國 日本國政府 以前的 大日本帝國政府 啊 這是大日本天皇 現在 然後呢 皇權屬 但是天皇的土地 不只有 這個 日本本土啊 它有很多 有一些殖民地 有一些 它戰爭得到的土地 比如說台灣 所以台灣就是皇權的一部分 你把台灣跟英國是 可以這樣類比 然後這個 英國呢 聯合王國 它有四個country 聯合王國 英國還有四個country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亞、蘭 每一個country 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但是 OK 但是 這是一個state 一個state 有四個country 每一個country 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所以你知道這三個概念 就是不一樣的 不列電章 邦尼就是大英國寫啦 最近有一個 退出的叫做 甘比亞 很紅啊 黃泉 以前香港 在還沒有回歸的時候 是屬於 這個BOT 不列電海外屬土 前 黃泉殖民地 我們來講一下主權在民 什麼叫主權在民 就下課了 主權在民 人民可不可以當主權者 什麼是主權在民 政客最喜歡講主權在民 騙選票的時候 主權在民原字如說 如說怎麼說 社會契約是 我們每一個人呢 把他的權威自於公共意志 至高指責下來 作為群體接受 群體接受 每一個人作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就剛剛 那個巨人 那個巨人上面有很多一點一點的 每一個一點點都是一個人 每一個人 大家所有的公民 凝聚成這個巨人 就是這個共同體 如說主權在民有三個步驟 形成公義 公共意志 或是共識 再來是由主權者代表公義 再來由政府形成公義 如說理想是這樣 主權者不能實行 政府不能代表 這兩個合起來就容易獨裁 但是 事實上很少國家 可以完全把這兩個分開的 所以 後來的美國這些民主國家 他們是用別的方法 很聰明的方法去克服了 如說的顧慮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他們怎麼克服的 2到3是授權 1到2涉及公義主權者的產生 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 或準的國家 所以1到2是國體 2到3是政體 1到2是國家的形體 2到3是政府的形體 國體跟政體是可以區分的 雖然早期是被混用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意義通過 為什麼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 民主社會都說少數要服從多數 對不對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需要主人的人來表決 為什麼幾百個奴隸 可以去表決 代表那些不想要當奴隸的人 這是如說的問題 這是民主的吊詭 對不對 如果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應在一個場合 曾經通過全體無意義的表決 也就是說 什麼叫公民社會 台灣是不是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的前提就是 我們要先有個共識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體 我們有資格建立一個共同體 有了這個前提之後 我們才可以用少數服從多數 這樣了解吧 台灣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的 法律地位不一樣 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有難民跟不是難民 法律地位不一樣 不能因為我們互相認同同居了 我們就變命運共同體啊對不對 不是嘛 我剛才講的同居 他沒有結婚啊 他沒有 他權力義務不一樣 所以 台灣不是公民社會 台灣是一個假的公民社會 OK 我們來講結論 人民不是主權者 主權者就是人民的代表 只有在很早的時候 希臘城邦時代 直接民主的時候 才有可能說每一個人是主權者 只有在那個時候 所以現在都沒有這種直接民主的社會 所以 人民絕對不會是主權者 只有人民的代表 君主制就是君主 共和制可能是選出來的總統 那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意志 參與主權權威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因緣制公民 而不是公民擁有主權 這是很多人在誤解的 好 我先講到這裡謝謝 各位好玩請客 請客 好可憐 老腳一老 餐廳吃飯